台长告诉大家 一个贪心大的人 看问题永远是不干净的 所以悲观的人一定会有恨 意念散乱的人一定会有叹息观 就是经常觉得我不满足 我很可怜 我不愿意 所以因缘不好的人 他一定太贪了 会得愚痴 障碍多的人缺少佛心 台长告诉你们一个真事 在美国有一个黑人的司机 他载了 他是Catexia的 他载了一对白人的母子 孩子 白人的孩子就问他的妈妈 妈妈妈妈 为什么司机薄薄的皮肤 跟我们不一样的 母亲说 孩子啊 上帝为了让世界 缤纷色彩 创造了不同颜色的人啊 到达了目的地之后 司机坚持不收钱 她的妈妈说 为什么你不收钱 这个黑人流着眼泪说 小时候我也问过我的母亲 同样的问题 母亲告诉我说 我们是黑人啊 我们这辈子注定要低人一等 如果我母亲换成你的回答 今天我一定会有不同的成就 所以思维正确 会产生正确的行为 学佛人首先要随缘 看到自己的优点 因为我们是佛的后代 是具有佛性的众生 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我们才会真正的知足 才会真正的快乐啊 要想别人快乐 自己先要得到快乐 要把阳光布施到别人的心前 先要自己心里充满着阳光 学佛救人 首先要让自己佛性长存 佛德永住 为愿久住沙城节啊 这个就是只有愿力 能够能够长住在我们这个充满杀戒的这个 结束的这个世间啊 利乐一切 助众生啊 所以在红尘当中 不污染 借人间一切 贪嗔痴 利益众生 离口 得乐 有位哲学家 曾经说过一句话 人生就像一只鸟 不拼命的飞 它会摔死 拼命的飞 它会撞死 所以学会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做任何事情 不要过急 不要等暴风雨过后 去承受暴风雨带来的灾难 台长解释一下 很多人吵架的时候 不管三七二十一 最后面子拉不下 才会离婚的 有多少不期 本来不会离婚 因为面子 因为我这句话讲过头了 我收不回来了 希望大家一定不去承受 暴风雨之后的灾难 要在暴风雨来临之前 就学会展翅高飞呀 学会自己太太要发脾气之前 赶快出去 消费买东西呀 所以 佛说了一句话 人从爱欲生忧啊 佛陀说 人是从爱当中和欲望当中 才会生出忧愁的 从忧生危呀 从你的忧愁才会生出你的害怕 就是为 就是很害怕的意思 无爱 其无忧啊 你不要去对这个事情欲望大 去死 爱着这个事情 你就不会有忧郁 无忧 其无畏啊 如果我没有忧郁 我一定是大无畏的 所以去除人间一切 不必要的贪爱 这是学博人的根本啊 对这个事情欲望大 对这个事情欲望大